Hello 大家好,又到了这个车主分享的时段 那今天我找来的车主有点特别 因为它是一位女生 我们来展示欢迎 Moniz Hi 大家好,我是 Moniz 嗯,所以 Moniz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你开的是什么车? 我开的是 CX-30 红色的 嗯, Mazda CX-30 那 before that 我就要问你了 为什么你会选择这个 Mazda CX-30 呢? 呃,原本呢,我是看其他的车款 嗯,我本身之前是驾 Myvi 的 所以呢,嗯,在买新的车的时候呢 我是考虑很多 所以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来试车 嗯,那我试了什么样的车呢? 原本我是打算买 BMW 或者是 Mercedes 然后呢,连我朋友推荐我的 Subaru 冷门车我也去试了 嗯,XV 啦 然后呢,试完全部的车款 包括 Honda 的每一款也试完了 因为 Honda 跟 Toyota 是最普遍的嘛 对 我都试完了 包括 Seawake 啊什么的 然后呢,到最后还是选 CX-30 那 Mazda 里面呢 嗯,CX-30 Mazda 3 Sedan 还有 CX-5 我也是试完了 那,呃... CX-5 呢,它的高度、宽度 呃,我觉得很适合女生 也很舒服 Handling 也很好 里面的设备 还有空间都很舒服 可是呢,呃... 有一点就是它的空调的 空调出口的设计 我就... OK 对 所以你是因为它的这个 Equan 的这个设计 所以就没有选择它 因为我看你讲到这样 好像你真的觉得 诶,CX-Y 很适合你 嗯,CX-Y 真的是很好 OK 呃,然后呢 Mazda 3 Sedan 的线条很美 然后我很喜欢 尤其是 混动红红色这一款 嗯,那呃... 只是我带妈妈去试车的时候呢 呃,因为也要顾虑父母这样子 想要载他们嘛,以后 那呃... 我妈妈就是 一进那个车 在后面的那一边 就翘到了头 那我就想说 就可能太低 不适合他们 那我觉得,呃,那就不要了 嗯,虽然我很喜欢 真的很喜欢 呃,然后过后呢 就看到了 CX-30 这一款 它是介于 CX-3 和 CX-5 中间的 对,对,对 我觉得挺好的 诶,这个车 我坐上去的时候 妈妈第一个反应就是说 哇,这个车很适合你 嗯 嗯,就像是Mazda的那个 Slogan这样 人车合一的感觉 嗯,那呃... 呃... 我觉得,欸 诶,坐上去也是挺舒服的 嗯,嗯 虽然没有 CX-5 的空间那么大 那么高 呃,可是呢 呃,它给我的感觉是很适合 包括座位的大小 然后呃,它的高度 然后它的一些设备好像说椅子可以调 按一个键它就会自己移动 对 而且它有两个记忆键 那两个记忆键呢就是它分1跟2 1的时候呢我就是调我一上车要驾那个车 我就按1它就自动去调去我平时驾车的那个位置 那2呢我就是调我下车的那个高度 就是比较方便你上下车这样子吗 对 下车呢那个坐包要移后一点嘛 然后就可以自动调低然后就下车咯 还蛮特别的我第一次听到就是原来这个memory seat可以这样用 是是是然后漂亮是一回事 我觉得女生选车不外乎两个匀所 最主要的两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选车的外形哦 外形跟内形 对 就是美不美啊 然后里面美不美 都是美的一个字 美漂亮啊这种美 那第二个因素呢最重要是安全 那安全的部分呢我自己个人是很注重的 尤其是马来西亚的安全环境啊什么我都要顾虑到 那自己自身的安全尤其身为是一个女生 那时常就是一个人出入 对对 然后我觉得安全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辆车呢 安全呢我就搜索了 它的安全的部分 那因为它有一些什么Driving Assistant 还有一些 我去check了那个 什么有一个网站叫什么 MCAP还是什么 哦对那个碰撞测试的那一个机构 啊 Car Crash Test 对 那CS30呢很荣幸是 就是在这个Car Crash Test的全世界排行第一 对最安全的一款 嗯跟Volvo是可以相比的 对没有错 那是98%安全的 如果是for driver的这一部分 嗯那我觉得哎我用这个价钱 然后又可以买到Volvo这样子的一个安全 security 我觉得真的是挺值得的 所以我就觉得 哎这款车就是我要的 这两个因素 美跟安全 决定了我要买这款车 嗯原来是这样 OK so Moniz 你这台车买了多久啊 我这台车是从5月开始驾到现在 那register的时候 register的时候是3月9号 那是Defollow MCO 很不幸的 所以你到5月才有机会真正的去把它开出去啦 对 OK 那我要问的其实是 你对这辆车啊 就是你开到现在来 你觉得它的整体表现如何 它的表现啊 嗯其实呃 其实呃我听过一句话啦 嗯 要看你是不是选对一辆车 所以很重要 当你停了那辆车在一个位置 你还会去一直回头看它的 就是回头率很高 对对对 那这辆车呢 基本上的回头率 平均都有3-4次 对我拍了那个车 我都还会去一直去看它 哇这是在欣赏自己的 孩子的感觉 爱车嘛 对不对 嗯嗯 呃然后呢 因为它在不同的光线跟角度 会有不同的颜色 对它的那个tone 还有那个线条 嗯嗯嗯 嗯嗯是有渐变色的感觉 对对对 那呃呃它的表现呢 我其实挺满意的 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它在转弯的时候 嗯嗯 因为转弯 我们的马来西亚的路很多弯 也很多rout above 嗯很多fly over 嗯嗯啊 这一些弯 呃 去个tall之前也有很多弯 嗯嗯 所以这些弯对我来说呢 是一个 呃 担心 以前我叫Maiwi的时候 我要 按很大的车 嗯 才可以把那个车 固定回那个车 嗯 那现在呢 呃 我觉得在转弯的时候 我觉得很安定 很安稳 很安心 我在买这个车的时候 也是有读了一些 做了一些research 嗯 那它这个车为什么它稳定呢 因为它四个轮驱动的时候呢 尤其是在转弯的时候 它特别在这里设计了一个 安全的措施 就这四个轮它会自己balance 对 呃 你讲的这个应该是它的GVC Plus 对吗 嗯 应该是 对 不太会 可是就是记得那个图画四个轮 嗯 然后呢 呃 它会自己自动balance balance那一个 力度啊 对 重量啊 嗯 对吗 然后就让它很稳定的去转那个弯 还有行走 嗯 那我觉得 呃 驾上这个车的时候呢 我也是觉得挺开心 因为感觉不用什么brake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我是想要 呃 觉得是挺优的 就是呃 嗯 它在泡车 嗯 停车 还有detector 或者是人事物的时候 呃 呃 它的这个sensor是很sensitive的 嗯 当然sensitive 有 有点个缺点啦 可能我等下再谈这个 那呃 它的那个停车那边呢 就它的呃 sensor camera 它都很清楚 嗯 因为是HD的 那个 螢幕嘛 嗯 对 对 螢幕 LED screen 嗯 就是很清楚 嗯 然后也很sensitive 如果我旁边 有一些柱子啊 或者是有些物品 嗯 它都会自动刹车 不让我停的 哦 是啊 对 哦 ok 嗯 我可以说是基本上用完它全部的功能 因为我驾车技术 呃 不是很好 Are you sure about that 所以启动了它大部分的功能 ok 在行驶的时候呢 就是驾驶这个车的时候 它也有一些 呃 alert 声音 呃 滴滴滴 这样子 嗯 呃 给我们去 注意啦 去留意 对 去留意 旁边有没有车来 那旁边有车来的话呢 它的side mirror 然后会有一个三角形亮灯的 对 对 那个blind sport 车测盲点真车啦 嗯 盲点很重要哦 对对对 因为有时候在 看不到 对 在改练的时候 就看不到有车 我就会搁过去 就可能突然间后面有车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 它这个车呢 它这款车呢 呃 呃 是 可以detect 到 路上的线 啊 对 你的是full spec的是吗 我的是full spec的 ok 所以它是有这个功能的 对 是 它detect 到下面的线的时候呢 它就会提醒我 诶 我就是 靠近那个白线了 嗯 然后如果再靠近 就会出界了 嗯 那这一个部分呢 其实我觉得车 我这一款车 Mazda CS 30 它在训练着我 嗯 而不是我在 呃 对 指使它 而是它在训练我 它其实 somehow也算是在 improve 就是改进你的这个价值技术啦 对 它也教育我 educate 我 as a driver 应该要怎么样去 更好的驾这个车 嗯 然后怎么样 更安全的在马路上行驶 对 所以我 被 久而久之 我驾这个车之后呢 我就很少听到滴滴滴的声音了 因为我就会很自觉的去看一下 哎 有没有超过线啊 然后是不是 走到很直啊 不要随便 bu steering啊 什么时候应该摆 什么时候不应该摆啊 这一些的attitude咯 嗯 哇 Monty 你分享了那么多啊 我可以感觉到你真的很爱这一辆车啦 嗯 不过我还是要很残忍的问一下你啦 好 就你觉得这个CX3有什么缺点 还是需要改进的地方 好的 呃 缺点的部分呢 其实也 没有太多哦 说实在的 嗯 有一个我觉得比较 嗯 比较 minor的缺点 就是它太 敏感了 敏感? 嗯 它的sensor很敏感 就是有一点点肮脏 或者是一点点雨水 哦 OK 它detect到了 它就会显示说前方是有障碍 嗯 呃 有时候呢 会显示到失灵 嗯 那个radar有问题 这是我时常收到的alert 嗯 那还有吗 呃 还有一点 我不懂是我的车而已呢 还是别的 别人的同款车也是有这个问题 就是当我在 呃 调它的座位的时候 嗯 坐包 嗯 它的那个皮 跟皮的摩擦的声音 就是它的那个中间 放手那边是皮 然后 呃 它 会有一些像 打屁的声音这样 OK 噔 这样子的声音 OK 然后呢 就 就 就 我 我朋友上了我的车的时候 诶 什么声音哦 就会想到啦 对 诶什么声音哦 你打屁啊 还是这样 然后我就 是哦 说 因为我可能我习惯了 嗯 所以我就不以为意 嗯 那这个声音 我最近也是朋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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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放在中间啊 嗯 然后拿出来要戴的时候 诶 掉下去了哦 诶 东西掉下去了之后呢 我就不懂要怎样找回来 因为座包下面太多那种高科技的娃娃 所以呢 我就等着 啊 诶 诶 诶 帮我vacuum的时候可以帮我找回我的东西咯 这样子对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气太美了 你的是Soul Red Crystal吗 对 然后当中到一些stone chip 很容易哦 它的那个气就会 就会拖到 当我知道了这个车的缺点之后呢 就去了一家叫做Horace Premium的 KL的那一间的 他们有跟我解释PPF是什么 然后怎样可以防止stone chip这一些 我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我知道了这一些 那这个的缺点 就可能可以用PPF来 来cover 那现在呢 我身边的朋友 有很多买CX的女生 那我每次都会问他们 你拿到车了没有啦 第二个问题就会问他们 你要去PPF哦 不然呢 送stone chip 然后你就会很心痛 那Moniz啦 其实讲到CX而已啦 很多人就会讲 它的后座空间比较小 然后还有这个carboard 也是比较不够用 这样你身为车主啦 你觉得这方面如何 其实它确实是空间 在后座部分 是比较有一点窄的 不是那么的宽 它的高度呢 也没有很高 因为它的那个设计 是前面比较宽 Driver的享受 跟Driver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是 它设计这款车的时候的一个构思 所以呢 对于空间部分呢 Driver是很满意的 只是后座的passenger 我有时候担心我的父母 会不会太窄啊 然后就会特地就 调前去一点 然后让他们比较舒服 可是其实他们给我的 feedback是 不会窄啊 OK啊 这样子 所以你的后座乘客 其实是满意的啦 是满意的 然后后座还有那个空调 啊对 空调 然后他们就说 你们记得开那个Econ 开空调喔 OKOK 咚咚咚咚 然后就可以开 还有可以放扶手 放杯 放扶手 然后放东西这样 那在后面的boot 那一边就是 呃 那个叫什么 storage 尾箱空间 啊啊 啊车尾箱是 我们女生就是这样 车尾箱的部分呢 我很满意它的高度 因为它的高度 跟CX5是接近的 那CX5最满意的就是那个高度 那CX3就是第二满意咯 啊对 所以呢它的高度 其实是不是挺舒服 因为女生很喜欢 放很多东西在后面 尤其是我们的鞋子啊 包包啊 或者是一些 呃 我自己是有放一些书本啊 因为我喜欢看书嘛 嗯 书本啊 然后一些呃 有时候需要用到的 呃 护肤瓶 化妆瓶 你的私人物品啊 对 私人物品啊 然后呢 我就不用完神 包括我 我买了goeseries 之后呢 我放去车尾箱的时候 不用完神这样子放 不用好像很低这样子 因为平时一些车的 那些车尾箱 它是沉下去的 那这一个是平的 哦 OK 平的 还有呃 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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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iderate 就是高度刚刚好 对对对 它顾虑到我们人的 有Asian啊 的高度 然后还有呃 呃 我是觉得挺ok的啊 嗯 挺ok的 呃 当然没有CX-Pi那么大啊 但是也是 一个女生用ok的 够用啊 对够用的 嗯 OK 这台车你讲你开了五归月吗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有service 过吗 有 嗯 那我还是不免俗的要问一下啦 你就把这台车 因为Mazda 的 现在是有五年 反正你们是五年 但是现在是有六年的这个free service 所以maintainance 上面我就不问多了 我就直接问你 你拿车去service 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Mazda 的service 整个服务整体服务表现如何 首先呢 Mazda 的service 有五年到六年的这个免费的保夹 还有免费的这一个service呢 我是很满意的 嗯 呃 因为不用担心说 去到那边 又要花费更多的label fees啊 或是一些 呃 机油的钱啊 这样子不用担心 都是free到完是不是 对都是free到完的 嗯 那呃 第二呢就是 它第一次的service呢 它会先做一个inspection 那inspection 看下你的车 出厂了之后 架了差不多一个月 有什么样的一些 manufacturing defect啊 它就会帮我raise 那个problem跟issue上去 嗯 呃原厂那一边 呃包括如果有一些cheap 拼到不好啊 呃 他就 他都会去帮我raise 不过是有些地方是 可能他 诶怎么说 拼到不是很齐啊 嗯 或者是rubber那边有 一点点剥落 就是它有rubber跟rubber的摩擦之间的 这一些小小的manufacturing defect 呃都会帮我去做一个checking 还有帮我去做一个claim的动作咯 嗯 他们主动做吗 主动把你做吗 对对对对 第一次的service会做的 wow inspection 嗯 那第二次的service呢 就是他们都会做普通的 你们都懂的那些 嗯 什么换机油啊 什么engine 引擎油啊 什么check alignment那一些咯 嗯 那呃呃呃呃 他们就是很仔细的check 也不会是随便的check 然后包括做booking 都很方便 然后master还有一个app的 每一个user呢都会有一个link 嗯 click了那个link 他会SMS 嗯 给我们那个link 然后那个link只有你自己有的 那一click有那个link 就进去你的user profile 有一个bottle 可以看到你的booking的时间 booking time 和booking地点 还有哪一个branch 对 然后呢 第二是 呃 他的service咯 去一些比较大的一些service 所以我是想要在这里可能提醒 呃 车主们 呃 要去找一些是 呃 master authorize the panel的那个service center 因为他有分dealer跟panel的 嗯哼 对 呃 那就直属的panel的那一种呢 他们是比较大的 然后也比较有record 因为他们的system是分开的 哦 是啊 嗯 dealer跟panel的system是分开的 dealer是自己有一个system记录了 他可能定时一两个月 就是去update总行 那呃 panel的是 就是一key in进去就立刻 immediately就reflect咯 那呃 呃 forclaim啊 service啊都会比较快咯 那呃 呃 这一部分呢 呃 还有附加一个就是我挺喜欢 我觉得我相信每个人应该也是喜欢啦 嗯哼 他的比较大的一些service center panel的啊 他有免费的洗车功能 哦 就是就是你service一次车他会顺便洗车给你了 对对对 他都会有一个洗车的空间 嗯 他都会offer帮你洗买车 然后service要洗了车 然后再给你 包括里面他也会帮我消毒 哦 OK 哇不错啊 消毒了之后他会挂一个牌子跟你说 诶 这是消毒了的 还有Mazda的logo在那边 所以整体的服务是蛮贴心的 哦很贴心 嗯嗯嗯嗯 OK啦那接下来我觉得就是到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Moniz 嗯 分享一下你对这一台车有什么感想 有没有后悔买这个CX30 后悔 后悔这个字 完全没有出现过 嗯 从来不后悔 因为呢在买这辆车之前 已经做了很多research 还看来很多review 之后呢他太多有点不能不买 然后不买就会后悔 所以买了之后呢 反而是觉得很庆幸 也很幸运 因为我选对了车之余呢 还解释了很多很热爱Mazda的车友们 哦 所以小姐姐你是有加入车友权的啦 哦 对对对 可以分享一下你加入什么车友权吗 我是加入了这一个 首先当然是要加入自己 所以最最适合自己的就是Mazda CS3 啊 CX30 啊 sorry 对对 Mazda CS30 Club Malaysia 然后Blanket Official 因为有两个不同的pitch在Facebook Official那个是for owner的 哦 是一个private group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有sales啊 然后有各种各样不同爱车的人都在里面咯 嗯 嗯 那这个official的group呢 是有一群 committee admin 来管理的 所以都很谨慎 有看过这个车主是有车才 approve进来 那很荣幸的他们也邀请我成为其中一个 admin 哦 对一起帮忙管理这样子 嗯 那第二呢就是 呃 我加入了一个叫做Mazda CS3 水站的 啊这个最近很红 嗯 很红 对 我也是在Mazda CS3 水站的那个邀请之下 参加了他们的那个DESAPA City的PP 那天我们也是有趣 嗯 你们真的是很热 很热情 然后真的是很团结 是 我觉得很羡慕你们啦 就是你们这一般Mazda CS3 就大家一起出来 这样的感觉很好 氛围很好 嗯对我们的感觉很好 而且里面的人都是很热心 也很热于住的人 他们不会吝啬分享任何对你的车好的东西 还有你的车有什么缺点要注意的地方 要怎么样去保护保持车 然后呢还会分享一些接触 如果你要做一些PPF啊 Tinted啊 Coding啊 什么样的店面是提供最好的价钱 最好的服务 然后有相熟的人士 然后呃 什么样的价格是适合的 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 你知道我们女神都不会这些 对 那这一个吹水站呢 我加入了他们的Facebook page之后呢 他们也是有一个WeChat group 嗯 那我也是有在里面 呃 就大家都平常每一天daily都很热心的打招呼 也分享自己每每车的那个照片 有时候 驾车去海边啊 或者是呃 去哪里高速公路 或者是比较风景美的地方 他们都会在里面分享 嗯 有一些聚会 嗯 我们叫TT 嗯 然后有一些好像比较远距离的一些 呃 呃 呃 叫做什么 呃 路程 好像去旅途 这样子 就叫 OTT 那这些他们都会在里面揪 然后也会在里面呃 呃 有时候叫喝茶 或者说 我在附近哪里 然后有谁在 然后一起来什么之类的 然后一些MCO 或者是Rootbox的情况 也会在里面分享 我觉得挺多功能用途的 嗯 然后也很很庆幸认识到这一群这么热爱车的朋友们 还有呃 他们真的很善良 然后也呃 教会了很多东西 真的是很感激 也很感恩 那呃 呃 他们的呃 这一群朋友呢 可以算是呃 生命的朋友这样子 对 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对 所以呃 有一句话就是说 爱车的朋友都不会太坏 对 这个我很赞同 而且我觉得你们真的是好像一家人这样子 嗯 像家人 真的那个氛围太好了 我很羡慕 有困难有时候都会去问一下 你有认识 呃 呃 什么 那我们最近治水嘛 嗯 很多地方都治水 然后就会问一下 诶 你的家有水吗 我可以来接水吗 或者是接地方洗澡什么 哇 他们都很乐意的 那么热心啊 对对对对 哇真的很好耶 对对对 真的是一家人哦这样 嗯 嗯 CX30在垂垂站里面 因为面对的是各位的前辈们 所以呃 有一个CX5的是叫做杀群 杀群 杀群是非常龐大 然后也非常团结和群的一群 对 Mazda的CX5的owner 那我们CX30呢 就跟在他们的后面咯 我们叫Nemo 哦你们是Nemo 对我们是Nemo 他们是傻鱼 我们是Nemo 就跟着他后面 我那天还听到CX9是金鱼 哇 所以你们都是鱼群啊 好啦那 可以看得出来 Monix真的是很爱他的CX30 然后我们也刚刚才知道 原来Monix也是一位 小主播 他有他自己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还有他自己的这个 Instagram的Account 那和大家分享一下啦 你的这个Account 好的 我的YouTube Channel 是叫Jet & Momo 那等一下他会分享出来 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Mazda CX30 还有我们CX30 Club 马来西亚的一些动态 或者是想要更多了解这台车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叫Monix He 那我就可以 你们就可以多一点去了解这台车 然后了解我平时驾这台车的乐趣啊 然后跟Mazda 车主们 一些互动的情况啊 还有这台车对我生命中的改变和变化是什么 是蛮有趣的哦 那有什么问题也是可以直接问Monix 当然如果大家对这台车有什么想要知道啊 或者是有什么看法 又或者是你是CX30车主 想要分享你自己的故事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这个影片的下方留言 和我们做做朋友 那非常感谢Monix今天上我们的节目 谢谢谢谢谢谢 哇真的是很特别 今天就很荣幸可以邀请到一位女生 上来和我们分享 对她自己的爱车的看法 因为从女生的这个角度看的真的是很不一样 今天也学到蛮多的 非常感谢你 谢谢你我也学到很多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一期的影片如何呢 如果喜欢的话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啊 好啦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 那我是小明 Monix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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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